一个单身的男士跟一个单身的女士 他俩出些旅游去了 结果他俩都到了一家宾馆 这男的都跟服务院说呀 说给我们开一间两张窗的房间 这服务院都跟他说 说先生你好没有了 都剩下一张双日窗的房间了 不知道你们俩是否同意 这女的都说了 说那没有那也没发人 那都开了吧 同意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女的都说呀 说咱俩一个人睡一边 这中间那放上行李袋 都以这行李袋为戒 咱俩谁也不许越过这个界限 这男的都说呀 好啊 那咱们都睡觉吧 结果第二天起来 真是啥事也没发生 那这女的都挺生气呀 我要回家 我以后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这男的他叫着莫名其妙啊 说这我昨天晚上 我啥事我也没干呢 这他咋还生气了呢 这男的那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说过了有一段时间呢 这男的都问她的闺蜜 这女的闺蜜都说了 说她生气是因为你抬手规矩 她只是设置了那么一点一点点的障碍 你就没勇气反过去 你说连这么点的小障碍 你都反越不过去 以后预主大挫折了 你都没办法处理呀 这男的都心想 我推呀 说我要反过去 那都两种结局 这一个都是说 我俩成为男女朋友的关系 会更亲密 第二个都说 我俩都是永远不想见的 成为仇人 那那都说来说 我肯定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 破坏我俩之间 这么多年 你们叫着这男生这么做对呗 还是这女的做得对呀 要是你 你会反过那道障碍呗 嘿